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的我特别热衷于送对方宠物毛绒玩具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般会比较喜欢这种可爱的毛绒的东西 还有一个让你特别感动的礼物 那天你说我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你就要会送我那个 突然送我那个东西 我送了我一个花本吗 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 不是那是什么啊 就是那个那套画笔啊 里面有画笔 他不记得了 他不记得了 这不怪我太久远了 你试试我 那我送的东西你记得吗 你送我那种东西我都能记得 我只忘记这一样 这已经很好了吧这么多连了 那我第一次送你什么东西 第二次呢 第三次是什么 第四次是什么 第五次是什么 你送给我礼物吗 第二次送你的什么东西 不是我记性不好 我就知道他绝对一个都记不得 我记不得 好意思跟我那样 但是我记得你 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估计过个几十年 等老年吃蛋这里 我是谁都忘了 那老年吃蛋也不能赖我 有一天突然睡醒 我在旁边 你是谁啊你 我尽量尽量不老年吃蛋 虽然我很生气 但是看在你做饭这么好吃的份上 我就勉强原谅你吧 真的啊 那不然也假的 那以后呢 那我做饭了 我还不想做饭 我就知道你们原谅了 哼 因为你不得不原谅我 因为你不得不原谅我